中华园一百零七年 工匠企业会议 19号调开 行政医政务委员 両经村出席参加 就由本来工匠企业病友的经验 提出报告的意见 让官政推动 可以更加符合民意 民情 所以我们现在分着几个方向 新的不产生 旧的逐步辅导合法 旧的辅导合法里面 如果已经比较密集的地区 我们就直接政府负责任 把它变更 也不用你自己去变更 你要补解那种方法的人 政府直接来变更 所以我们现在选择比较密集地区 中华园政府会议的付责 可以来做这些东西负责任 所以政委讲得很清楚 就是要来解决他家的问题 也很重要是 都给我们中华园做优先 两个优先 第一个优先 特定区 全国一百六十几个特定区 九号館最多32个 第二个我们先行的 就是说我们透过这个新办的独自计划 将顶翻驳 我们扩大这个独自计划的面积是800公顷 这些我们九号館也是要做其他县市的示范 所以我们政委真正是优先要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昌华园也是工业加速 全国排名第四 所以你说我们工业大限吗 可以怎么说 我们也农业大限 所以我们是工业的品种 认识定期工程的务法是工程辅助法 行政医刚刚在建议修正工程辅助法 让符合认识定期工程 在定期立冠了后 最后可以辅助为合法的工程 基本条件是一定要在105年5月20日前 设立的工程 而且一定要是够无量 无法造劳税 无影响公安的企业 其他优质的企业 可以均劳中华 共同创作三业的欢迎 工业品德西西中中华彩虹报道 关怀电台台与配音